好,刚才在第一段中呢,作者否定了两种旅行方式 通过陆路和通过海上都不令人那么满意 那么既快就舒适呢,那只能通过坐飞机了 但作者欲扬先逸,他要夸奖坐飞机的好 先说飞机确实我承认有些弊端 这个写更客观一点,他先这么说 Aeroplanes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dangerous and even hardened travelers are intimidated by them 他说飞机啊,有这儿一个名声 aeroplane,这是一个英诗的偏写,就是飞机了 美式呢,往往把aero,aero,换成空气,air,这个词句好了 airplane,也是飞机,但缩写都能写成plane 那么有站一个名声,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什么什么 是有站一个什么什么的名声 这个好坏都行,好事坏事都行 have the reputation of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我们看一些例子 she has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 good doctor 他有这样一个名声,就是他是一个好的医生 因为这个而著称,就因为这个而很有名气 咱们注意repetition这个名词本身呢就是个中性词 他本身就好坏都行,好名声坏名声都可以 这是个好事吧,他因为是个好医生而著称 但同样的,Peter has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the worst boy in the class 这彼得这人呢也很著名,为什么呢?他是作为班上的最差劲的一个学生 一个男生,而著称,因为这个而著称 has the reputation of,叫因为什么什么而著称 有什么什么这样一个名声,这都可以用 后面一般多跟being这个词来搭配 本身是being dangerous,因为危险而著称 特别像在马航失联事件呢,就更觉得坐飞机危险了 动不动好几百人都死了,有没有这危险 并且呢,even the hardened travelers are intimidated by them 甚至那些老资格的,经常坐飞机的人,经常出差的人呢 恐怕一想到飞机也害怕 这个hardened这个形容词,我们在第十一课中讲过 咱们先复习复习hardened是什么意思,它并不是表示变坚硬的 hardened is an adjective here means someone who is hardened has had a lot of difficult or unpleasant experiences and is no longer much affected by such things 如果说一个人是hardened,是什么意思呢? 他指这个人呢,有很多很多的困难的或者不愉快的经历 经历了很多一些可能困难复杂的不愉快的经历 并且呢,已经不再会受到这种事情的影响了 所以反正,老练的,老资格的,见怪不怪的,麻木不仁的 经历了很多倒霉的事,经历了很多不愉快的经历 以后再碰到事之后,在精神上都不受到什么影响了 叫老练的,老资格的,麻木不仁的 这个我们复习复习第十一课中是怎么用的 五十四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 五十四页第四到第六行 The hardened professional smuggler, on the other hand is never troubled by such feelings 他是那些老资格的,老牌的职业走私贩 在利益方面,他却从来不会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 即使他在手机箱里藏着五百块金表 也不予所动 Hardened,叫老资格的走私贩 就是天天做坏事,以后做坏事 眼睛都不眨一下,老资格的 百分钟呢,就是总出差或总出门的 老资格的那些天天坐飞机的人 怎么样呢 二,intimidated by them intimidated,恐吓时髦害怕 就一想到这个飞机也害怕 也害怕会死掉 后面说,they also have the disadvantage of being an expensive form of transport 他同时呢,有这么一个不利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是他比较昂贵 机票恐怕比坐飞机坐轮船都贵一些 they also have the disadvantage of 我们这有出现一个搭配 叫有什么什么一个劣势 有什么什么一个不利之处 咱们看到这个搭配啊 一定连搭配一块儿给它抠出来 记下来 要不然咱们是经读就没意义了 have the disadvantage of 什么有什么什么劣势 有什么什么不利之处 有什么什么的弊端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He has the disadvantage of being unable to drive a car 这个人呢,处处都好 但有这么一个不利之处 他有这么一个弊端 有这么一个很不利的地方 就是他不会开车 真不会开车 有时候还真是不方便 他有这么一个不利之处 有什么劣势 有这个弊端 反应词呢 有什么什么长处 有什么优势 一样动词可以用have have the advantage of什么什么 有什么什么优势 有什么什么常数 注意用这个答备 Now she has the twin advantages of wealth and beauty She doesn't live a happy life 尽管这个女人 有两个优势 twin 本来是双胞胎的 两个的 两个优势 什么呢 既有钱又美丽 就是白富美这种了 既有钱还特别漂亮 但是他并没有过上一个 过着幸福开心的生活 有优势 只不知家修是twin 两个优势 同时本文中说 他还有这么一个弊端 就是他 他比较贵 比较贵 但是 作者转过来了 but nothing can match them for speed and comfort 但是对本文中说的 这个这个这个 速度和安全来说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与他相匹利了 nothing can match 这我们说了 是一个表达最高级的 一个方式 就是没有任何事情 能与他相匹利了 那当然 如果是人呢 也可以问 nobody 或者 no one 都可以 这个后面那个for呢 是表示对于什么来说 对于速度 和这个舒适感来说呢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与他相匹利了 好 后面进一步说 traveling at a height of 30,000 feet far above the clouds and at over 500 miles an hour is an exhilarating experience 这个是个比较复杂的句子 咱们看看这个句子成分的分析 看看这个句子成分的分析 这个句子呢 其实是一个简单句 我们看到它的主干结构呢 就是白色的正体字 一头一尾 traveling is an exhilarating experience 这个旅程旅行 是一个令人非常兴奋的一个经历 一件令人兴奋刺激的经历 什么旅行呢 后面出现了一大堆后制定语 只不过这个后制定语比较复杂 有三个 你看 一 二 and 第三个 一二三三个 第一个 是在三万英尺的高度旅行 高空旅行 这是坐飞机吗 第二个呢 far above the clouds 在远远在云彩之上 这个地方在旅行 云彩之上旅行 并且怎么样呢 以每小时五百超过五百英里的速度 在旅行 一个三万英尺高 远在云层之上 而且有五百英里的时速 这三个后制定语并列来修饰traveling 这是一个令人觉得非常兴奋刺激的一个经历 他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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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坐飞机的好处 这个里边我们看一看后面这个形容词 令人兴奋 特别刺激的 叫 exhilarating 这是个书面语 这种特别特别大个儿的单词 往往口语中是不喜欢说的 口语中追求简洁 一般喜欢 音节比较少的字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词 exhilarating exhilarating 这叫令人极其兴奋和高兴 哎呀 哎呀 开心的 爽啊 令人极其高兴和兴奋 特别开心 特别兴奋 用exhilarating 我们看一看这个 秋节爵士说的很有趣的一句话 秋节爵士有一次被人暗杀了 嘣 一枪 没打死 他没死 他后面说了这么一句话 there's nothing more exhilarating than to be shot at without result 再也没有什么事 比他更令人兴奋 令人高兴了 比什么事呢 被人开了一枪 但没死 没有任何结果嘛 没有打死 在这里边 其实严格来说 也是表达最高级的含义 为什么呢 nothing是否定词 more是比较急 否定词加比较急 表示最高级的含义 被人打了一枪 一看没事 这可能是最 呵你看 白剪一条命 既兴奋又高兴 这么一个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exhilarating exhilarating 还叫令人极其兴奋和高兴 后面说 you do not have to devise ways of taking your mind of the journey for an airplane gets you to your destination rapidly 这说的好处呢 得快吗 你不用去设计出 种种方法来转移注意力 不再想这个旅行 因为飞机很快 就把你带到你的目的地了 这个devise 设计出 想出来构思出 这是咱们26颗讲的 这个词 我们再读一下 devise devise 26颗就是126页的第十行 抽签这个词 126页第十行 他说 the device hundreds of competitions which enable you which will enable us to win huge sums money 他们广告商们 设计出了数以百计的比赛 他们可以使我们能够 赢得大逼的钱 这个设计叫devise 设计出 构思出 想出 take one's mind of the journey 转移注意 不再想的旅程 后面再看 后面第六句话 他说 for a few hours you settle back in the deep armchair to enjoy the flight 在几小时之内 你的舒舒服服的 靠在一个 复受域里边 来享受这个飞行 这个别的没什么说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settle这个词 settle是个多意思 settle在这翻译成舒服的 坐在某个地方 这个意思特别多 在本文中是舒适的 坐在某个地方 集物不集物都可以 意思很多 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se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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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表示坐 而且一般是舒舒服服的 坐在某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历史 像本文中 settle back in a deep armchair 舒舒服服的 靠在一个 很深深的 伏受域里边 有个back吗 向后靠在那 哎 往这么一坐 尤其在那个 头等舱 那个大靠背 往后一靠 往后靠吗 settle back吗 用的很贴切 在这个 这个 舒适服做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we settled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for the evening 我们舒舒服服的 坐在电视机前 来度过这个晚上 这个settle坐 一般是舒服的坐 大沙发 靠在那 这也是不集物动词 那我们再看 集物动词也行 时某人舒服的坐在那 后面加人了 在这儿呢 她自己就反声带死 Jessica settled herself on the sofa with a small sigh of relief 描述的特别传神 Jessica 这个女孩子怎么样呢 让她自己 舒舒服服的 坐在沙发上 并且轻轻的 舒了一口气 哎呀 可能就是完成了 一件复杂的工作 比如一天的家务活 做完了 让她自己 舒服的坐在沙发上 并且呢 relieve 表示痛苦的缓解 或解脱嘛 size 舒了一口气 叹气 哎呀 终于忙完了 一天的活了 歇会儿吧 settle 这是舒适做 集物不就都行 集物呢 这10某人 舒服的坐呢 就行了 settle 还有什么意思 咱们复习 还可以表示 驻扎在某个地方 一队人 一个部队 驻扎在某个地方 咱复习 66页第6行 到第10行 第9行 到第10行 66页第9行 到第10行 就是在第14课 600年前 约翰 约翰 的爵士 到了意大利 with a band of soldiers 带了一队士兵 并且 and settled near Florence 并且在弗洛伦萨 附近 驻扎了下来 这个settle 不是舒服的坐 而是驻扎在 那个地方 对吧 我们还讲过一个 短语叫 定居下来 在某个地方 长期住下去 定居下来 叫做settle down 定居下来吗 加个下来就好了 定居下来 长期住在这儿 咱们复习36课的 最后一句话 166页 最后一句话 settle down 叫长期住在 那个地方 咱们刚刚见过这句 166页 最后一句话 咱们还记得 assuming的 对吧 以为 以为他的家人 在一次空袭中都死了 and settled down in a village near 50 miles away where he had remained ever since 汉斯 在50英里以外 这个小村庄 定居了下来 并且 一直住到今天 settle down 在一个地方 定居下来 定居下来 这个句子 出自新概念二册 这二册就出现过 新概念二册 第38课 唯独没有考虑到天气 这个说 he had often dreamed of retiring in England and had planned to settle down in a country 这个人一直梦想着 退休之后到英国去 并且一直计划呢 在那个国家定居下来 settle down 就定居 下来吗 加个down不就好 定居下来吗 特别好记 settle 还可以表示 解决问题 解决纠纷 解决争端 解决 也用settle 这个也见过 我们看一下 106页的第14行 就21课里面 106页第14行 The two men corralled bitterly and it was clear that the argument could only be settled by fight 这两个人吵得很激烈 并且呢 很明显 这个争执 只能通过一次比赛 才能解决了 解决争执 解决问题 解决纠纷 解决争端 用settle也行 这是被动的 be settled 就好了 好 后面进一步说 还有好处呢 The real escapist can watch a film and sip champagne on some services 他说 那真正会享受生活的人呢 甚至在某些航班上 还能够看电影 甚至还能够 喝香槟 享受美酒 就是说明更舒服了 The real escapist 这个大家可能不明白 什么叫escapist 这个一般发言成 顿势逍遥者 这好像更抽象 咱们看什么例子 就是逃避现实生活 一心享受的人 就把现实生活中 那些复杂 不愉快的经历 都忘掉 一心享受 生活的美好 这叫escapist 来自于escap 逃避 那个词吗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注意这个重音在这 大声了没 escapist escapist 顿时逍遥者 真正会享受生活的 这么一个人 可以看那眼儿 watch a film 我们看这是英联邦国家的用法 因为film在美国翻成胶卷 胶卷底片 它一般是不可数名词 但在英国呢 表示电影是可数的 在美国电影用哪个词 有movie常见 对吧 m o v i e movie 在美国 这个film是英联邦国家 sip champagne champagne 咱们在21课讲过 champagne是冠军 champagne是香槟 这个sip 叫小口的敏 小口的 轻轻喝那么一点点 sip 你听发音 口型就很小 当然了 sip sip 这小口的敏 像什么喝酒的时候 喝咖啡的时候 不过能像牛印一样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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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往下灌 这个不行 那一点的品 细品 这个滋味 尤其是饮料啊 咖啡啊 什么什么美酒啊 香槟呢 小口的敏 扎满这个滋味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sip sip 咱们看 生活中 大家可能常常会看到 尤其在咖啡厅里 很多人的小口敏 这个咖啡 为什么呢 要一杯咖啡 咖啡厅里 你可以在那 无限上网啊 小孩咖啡厅里看书啊 什么什么 去写文章啊 那地方安静 但你说咖啡喝完了 你再做呢 就不合适了嘛 你还得再要一杯 还得花钱 所以很多人就故意 小口的敏 一次喝一点 有人为了更慢 喝完还吐回来 很多人坐了一下午 这一杯清咖 能吐成一杯 卡布奇诺泡沫咖啡 这种动作就是 小口的敏 就是sip 就好了 小口敏咖啡 在有 Mussang Sam Service 一定注意 不要下翻译啊 Service 这不是服务 不是在某些服务上 这个不同是 Service 翻译成班次 航班 在某些班次里面 但有些飞机 它没有这个服务啊 但有些飞机上有 有些飞机想看电影 根本没有啊 所以这个Service 翻译成班次 不但是飞机 火车呀 长途汽车呀 都有这个班次 或轮船呢 都行 我们看它的 这个英文解释 这是一个 British English British English 加个字母 E是Britian 就英式英语中 有这个意思 A regular journey 就是一个 有规律的 这么一个旅程 有规律的呗 就每天有的 一个班次呗 Made by a bus 就是由一个 汽车呀 火车呀 轮船或飞机 等等等等 来给你提供的 有规律的旅程 就是一个班次了 那么到一个 某一个地方 并且呢 在某个确定时间 而发车或发船 发机的这种 就是火车 汽车 轮船 飞机等等的 班次 某个班次 比如说 The 8 15 Service To Cambridge 那8点15分 到剑桥的 这么一个班次 这班机 或者班轮 或者班车 都有可能 这班次 叫Service 本分钟呢 是坐飞机 当然是航班了 在某些班次 的飞机上呢 甚至还能享受 这个美酒 和看电影 那有人说 如果有些班次 没有怎么办呢 这没有也好啊 后面说了 But even when such refinements are not available There is plenty to keep you occupied 他说 但是 甚至当这些 这个 很美好的事物 都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有足够的东西 来让你有试错 不会过于无聊 这个 refinements 在这儿是翻译成 使事物变得更好的东西 或者翻译成改进 或改良 这个词是可数名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这个词 refinement refinement 使事物变得更美好的东西 或者翻译成 对于某个东西的改进 或改良 这个是可以当可数名词 来用的 这个在这个地方 这个refinement 就指了 什么看电影啊 喝香槟呢 这不是使旅程 变得更美好的东西吗 就即便他说没有香槟 没有美酒 没有电影的话 就是没有这些refinements的话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with several refinements your essay would be excellent 我说 如果再能做一些改进的话 你的这个文章 就会变得非常优秀了 这个refinements 也是使事物变得更美好的东西 或反正改进或改良 对吧 就是你的文章 如果做一些改进的话呢 就变得非常好了 本文中呢 就是指香槟美酒了 如果这个香槟美酒 电影都not available available 这是可得到的吗 这都没有啊 怎么办呢 有足够的东西 让你有事做 keep you occupied 它来自于 占据时间空间 这个动词occupy 后面 它如果是极物动词的话 后面一般是跟时间或空间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occupy occupy 就占据了时间 或者是空间 等等等等 后面一般可以加冰语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126页的第15行末尾 到第16行 126页 15行末尾 到第16行 A little later a man came along with a biscuit which occupied the whole boot of his car 过了一小会之后呢 又一个人来了 还带了一个特大的饼干 这个饼干占据了 整个汽车的后备箱 以注意occupy 是占据了空间 把汽车后备箱给装满了 这个用的对 再比如说我们看第51课里边 232页的第7到第8行 232页第7行到第8行 那么mainframe computers were very large indeed often occupying the whole air-conditioned rooms employing full-time technicians and ran on specially written software 你看这个电脑呢 非常大 它会占据整个 装了空调的房间 你可以占据这个房间 occupying occupy 占据了 装空调的这个房间 占据空间 可以用它 那么过去分词occupied 就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就是忙碌的 有事情做的 就时间被占据了 有事做的 这个搭配 keep somebody occupied 就可直接翻译成 使某人有事可做 使某人不至于太无聊 使某人有事情做 比如说 we need something to keep the children occupied 我说我们需要弄点东西 让孩子们有事做 别让他们成天走闲着 我们需要找些东西 让孩子们有事做 keep the children occupied 其实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即便你没有那个什么 香槟啊 美酒什么的 我们还得有事干 你不会很无聊 有什么事干呢 后面说了 可以欣赏美景 an aeroplane offers you an unusual and breathtaking view of the world 这个飞机啊 肯定可以提供一个 不同寻常的 并且令人惊叹的 我们这个世界的美景 在飞机上 看得到 你在地球上看不到 令人惊叹的叫 breasttaking 就是令人 哎呀 这么美啊 这种感觉叫breasttaking 甚至你看 我们还可以用它的副词形式 the west lake is breathtakingly beautiful 这个西湖啊 是令人惊叹的美 用这个词后面就要挨外了 breasttakingly 令人惊叹的 在修饰 beautiful 这个 它都来自于这个短语 叫tak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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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th 就是这个喘气 呼吸 某种方式来呼吸 he took breath to compose himself 他深呼吸一口 来让自己平静下来 一开始 很惊慌 现在 平静下来了 好了 本本本中这个breasttaking 就这种感觉 哎呀 这么美丽 这种令人惊叹的 就这么一个感觉 嗯 好